日前有路由团图有导索观光局有路行者 要求图有每人300元的台阶 签约买六协人头 甚至出销图有每天2千元的出财区 在网路上去讨论 不过实质来找方向今处顺问 图有跟六协都会应 没这种事情 六协团来台湾路由 要加速用经级的技术来竞争 日前有图有导索交通报观光局 说有路行者要求 签约买六协团的人头 每人300元 也不会无团好创 你来到特侯风景区 想问到六协团的图有和幽客 他们是回应说没这种事情 台湾相当的设计 大陆团都一定会去购买 不过没有你们说的什么人头 这种事情 我们出国完他们也带我们去购物站 买东西 同样嘛 他们台湾来的也是同样 都会带他们去 那豆油跟出去就拿一点 差水费这样而已 路行者每月要付给都有 2000块的出菜会 但是团出有保护的路行者 没有付给路行者 你是用要求来收出人头会 实在是问是说没这种状况 但现在新积团人 有六协团没经过台湾的路行者 路行者是在这对中国 投过自由行 以待台湾经营的状况 你这是严重重计到 国家的路由起点 最近新闻大概 欢迎来向彩虹保护的 在这里五卦OS 像全部